很大的花儿呢 非常喜欢养长寿花 他会遇到两个问题 一个是不会养 还有一个呢 就是养的养的呢 第二次不开花 今天呢 给大家逗逗一下 不过呢 说归说啊 本来是打算 这两天呢 就给大家全部解封了 就是所有的快递都能发了 没成想啊 就下雪了 长寿花呢 你把它理解为一个多肉类型的 好吧 它虽然说能开花 在 光照这一块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光照也是影响它二次开花的一个点 它总的来说呢 是洗洋的哈 但是呢 等它开完花之后 想要二度复花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要控制光照了 光照对它的影响有很多 那么咱们正常来说呢 你像温度在20度以上 咱们浇水的话还是干湿循环 干了就浇不干不浇 土的话呢 现在都是在用泥碳土 就我们家卖的那种 通用型的一个配方 大家一定要盖它这个点 然后呢 光照如何控制呢 它是每天接受6到8个小时左右的光照 你怎么理解呢 你又把它想成了 就是特别害羞的那种 它要想生小孩 想要开花呢 它必须在那种暗无天至的条件下 你要不然它害羞啊 是吧 哎 怎么办 你可以找个这种箱子 给它扣起来 每天晚上的时候给它扣起来 白天的时候呢 只接受 6到8个小时左右的光照 其余的时候呢 就这么扣着 白天的时候打开 让它见光 灯光都不行 最好是伸手不见五指 你这个时候它就觉得 是吧 它就开始 长自己的小花固子了 当然了 咱们这个用肥呢 还得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 其实它的一个用肥呢 就比较简单啊 大家可以用点奥律一号啊 或者是好一点的那种 花了多优质克力控制肥 直接撒到土里面就OK的 100天一回 你如果说想起来呢 你说开发量实在是很多呢 你在该浇水的时候 用点花多多少号就欧了 它的一个耐低温能力呢 不低于5度就OK了 但是呢 在夏季高温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控水控光了 就说如果说你猛的强光暴晒呢 它就长得很沧桑 就没那么哇塞 这话说我长的叶子怎么那么小啊 夏季高温的时候 光照比较多的时候 叶子长得都不会很大 还有这话说那个 啊 我这个为什么烂了呀 夏季高温呢 它长势就变慢了 可以理解为限度休眠了 你要是浇的水过多 就容易烂根了 一个常数的话 简简单单了 这话说会问一些个其他的问题 等夏季的时候再给大家叨叨吧 如果说都明白了的话 就点个赞吧 我说的话一 养花最软一 下期再见 拜拜